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这个平台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约7亿注册用户,其中在中国的使用人数已经达到了5000万人。脸书,英文名是Facebook,又叫做脸浦网。脸书在2004年时才成立,比领英晚了一年的时间。 脸书平台专注于照片分享,是目前全球排第一名的照片分享网站。 每天平均都有3.5亿的照片被上传到脸书平台。目前脸书有约9亿用户。 领英和脸书同样都是全球知名的互联网社交软件。 二者的用户数量都非常庞大。 但是脸书的平台特色在于强调通过照片进行休闲社交。 而领英的平台特色在于强调商务的职场社交。 2. 领英和脸书的推广区别。 如果我们的外貌小白们想要在脸书和领英上做推广。 就要了解二者的区别,这样才能够扩大自己的业务。 使自己机身熟练的外貌商行列。 下面是笔者针对领英和脸书平台总结出的几点推广区别。 一,领英的目标受众是职场上的专业人士。 而脸书的目标受众是休闲化的个人。 二,领英和脸书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广告选择。 但是前者的选择范围比后者的小。 脸书能够提供帮助外贸人的商品进行精准释放的广告。 还可以选择外贸人的广告展示位置, 例如主页、公共广场、登录界面广告等。 另外,脸书还可以让外贸人的产品广告在其他渠道投放。 例如Instagram等。 三,无论是在领英还是脸书上弄广告推广。 我们的外贸人都需要付一笔广告推广费。 按照平均广告费用来说,领英要比脸书的收费贵。 外贸人要根据自己的广告推广目标, 要选择究竟是在脸书还是在领英上投放广告。 三,外贸人该如何选择广告推广平台。 无论是领英还是脸书, 二者都有各自的优势。 那么我们的外贸人该如何选择在哪一个平台做推广工作呢? 主要依靠以下三点情况来做出决定。 一,根据产品的目标消费群体选择推广平台。 不同的社交平台所针对的目标受众都不同。 如果我们的外贸人想要在商务界人士中销售产品, 就去领英上做推广,从而去获得商品订单。 如果我们的外贸商品偏向于休闲化生活化的店铺个人运营模式, 就去选择脸书做推广。 虽然脸书和领英平台的用户有些是混合的, 但是单独选择一个平台去针对性的做推广, 能够获得更显著的效果。 二,根据广告的类型,选择推广平台。 如前文所说,脸书是全球排名第一的图片,分享网站。 如果外贸人的广告是图片或者视频类型的, 就选择在脸书推广。 不同的平台广告推广功能也有所不同。 我们的外贸人最好先提前多去了解一下脸书和领英各自拥有的广告功能。 三,根据外贸人自己或者外贸公司的广告预算,选择推广平台。 如前文所述,每一个平台都有各自不同的广告收费标准。 如果外贸人的预算有限,并且想将商品销售给休闲化的个人。 笔者建议我们的外贸人们去脸书做推广。 如果想要获得大单的商品订单,或者想让产品在专业界人士中打响口碑, 就去领英做推广。 总的来说,如何在领英和脸书上做出平台推广选择。 还是要根据外贸人的产品销售愿望来进行最终抉择。 出处,帮月网发现真实的外贸服务商。 圆链接,领英和脸书的推广区别有哪些? 要紧记这六点,帮月网发现真实的外贸服务商。 到处,我们下集完。 这一集我们下集完結啦。 我们下集完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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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